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赵吉福赵先生来过来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自然疗法科学养生的相关话题 我呢是偶然在这个做中医诊疗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个赵叔叔 还是叫赵叔叔比较习惯啊 在赵叔叔呢和这个阿姨的同温中医诊所里面 知道了这个赵叔叔呢 竟然是曾经毕业于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 我当时就想啊 一定要把赵叔叔邀请到这里呢 跟大家多聊一些健康养生的这个话题 哎对了这样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咱们这个SD Sofan SD的观众群体 这个对了赵叔叔在您上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之前 您是学的什么呀 嗯 嗯 介绍我一下自己吧 嗯对 这样大家就能明白 我是1978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 嗯 我是作为应届毕业生 嗯 9年毕业考上大学 那时候相对来比较少 嗯 后来很多我的同学都是79年考的 我是1978年考入 哦 所以您是顺利的就是进来 对 不是说后来再投过来回同考那样 不是 我是9年应届毕业生 嗯嗯 我的同学没有考上 后来他们79年就接着考 啊 就是10年 嗯嗯 应该那时候的高中应该10年毕业 我是9年毕业就上大学了 哦 就相对在我们的巴黎 说那时候那时候老高 老高山啊或者知识青年 嗯 我算是比较年轻 哦 嗯 因为那时候农村吧 出来都比较就是穷 嗯 学习比较努力 嗯 而且我是喜欢农村出来的 喜欢中药 哦 所以就故意报这中药系 哦 所以说我在这方面的就是有天然的就是读到的是植物啊 蔬菜啊嗯嗯嗯 小时吃得多嗯 也吃得多 哦 所以相对来说你以后研究的时候你始终就是说 嗯 要想研究什么嗯 始终心里有这个东西在眼前 所以说我并不是按照书本 嗯 而是有实际的一些切身体会 嗯 所以这是我 嗯 这就不要我扯太远了 哈哈哈哈 好 咱们继续 辽宁中学校学了4年 嗯 就是 把中药 嗯 中医 就是基本理论掌握了 嗯 后来在铁岭就离赵本山不远的 哈哈哈哈 我的家乡离赵本山只有15公里 哦 就是我是李嘉台乡他是莲花乡 嗯 这样咱们美国的观众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嗯 所以说像他那样表演能力就在我们农村是很多了 但是他可能更多才作义 嗯 这是区别了 嗯 我是搞科学的了 当然不会表演 哈哈哈哈 咱们就是来好好跟着赵师叔学习的嘛 嗯 嗯 在铁岭一个医药公司工作了一年 我觉得就是对我专业啊 因为必须商 搞商业 因为我是想搞科研 所以说我就马上进准备 又考了辽宁最大的医药学府 就是沈阳药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就在陆景农院旁边 又学了三年的药分析 获得硕士学位 就是说我有中药的知识 后来又学了分析化学 那属于现代的了 对 所以说我既知道传统的 又知道现代的 所以理解的 就是和其他人 就是只知道传统 或者只知道现代 就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这两方面 我都比较了解 所以有的时候说话 就是说我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毕业之后 你又觉得 就是说国内的知识学差不多了 还要到国内看看 到国外看看 在国外看看 对 国内的知识学到了 又想到国外看看 所以说我就到了日本的一个东阳医学中华研究所 在东京 北里大学下面的一个附属研究所 很有名 专门就是研究中医中药 就是中药里边的活性成分 因为传统医药是不讲究活性成分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研究一下中医第一理原理 有必要知道一下里边的一些 用现代的科学手段 知道它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 解释一下中药也未尝不可 也算完一种就尝试 对 确实是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们这些外行人 想起来觉得中药好像大约都是 哎呀 少量 适量 就是大约凑复着来一点 然后试一试看行不行 反正这样也行 那样也行 好像就是不够理论化 不够精准 不够专业化 不够精确 是不是这样 有那个就是有个平衡点了 中医中药就是整体观点 你要如果太强调详细了 那就跟西医西药就一样 所以说中医讲的整体观点 不要讲的太多的 detail 因为古代没有那些设备 没有那检测设备 但是现在有了这些检测设备了 也有必要你去解释一下 这是我的 所以我历来想强调就是中西医药结合 就是科学真正的医学 科学只有一个 中医也好 什么印度医也好 或者西方的医学也好 都向着一个方向发展 我认为就是 任何医学 最正确的医学只有一个 但这个永远达不到 就是科学这东西 就是你可以将它追求 但是你永远就是越来越近 但是永远也达不到景点 所以说你有一些什么 西医消灭中医 中医消灭西医 这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健康的目标 为了一个方向努力 都在进步 明白 就是中医也不是说一点不进步的 而且就是我认为特别是我们这些 国内来的一些中医药 在美国受西方医学的训言 而且对中医的发展 也是有很大贡献的 明白 对 特别又回到我们 我在日本 就是学了二年 学了二年 因为那时候讲究回国报校 我就回到西洋药科拉学 当讲师 当副教授 在这个期间也拿到了药物化学的博士学位 就是专门中药的有效成分 分离 提取分离 然后把有效成分鉴定出来 做什么动物实验 甚至就是过入了严密实验 国内现在有一个山楂降压片 就是我 山楂降压片 降高血压的 对 降血脂降血压 以山楂为主 就是我搞出一个 是我作为课题主缚的人 在中国就是经过审批的一个新药 拿到新药证书 对 在中国 在取得博士学位 拿到新药 就是拿到国家质量科学基金 就是又为药厂做了很多质量标准 中药的质量标准 或者是搞新药的时候 需要一些 就是我们药学院 药科大学来作为配合的 我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到了95年 觉得就是说 听说美国就是 医药去发达 我觉得国内也工作了 也学习了 自卫也去过了 确实您这本科硕士博士加上还有穿插在中间的工作经验 那等于是在实践和理论方面 那都已经是Fully prepared 就是说我还有一个发明在中国搞的 除了那三叉酱咖啡 还有就是水融珍珠粉 就是珍珠当初上都知道珍珠是好东西 因为那个里边有一盖上有抗过敏 还可以补盖里边的微量元素 有什么胺基酸美容 这些所有的成分 就是说但是你对东西很硬 有就是当初就是超微粉碎 磨得非常非常细 但是你磨到脸之后还是有那种 就是必定还是颗粒嘛 你就是你眼睛看不到那个粉末 但是磨到脸上 还是而且你不那么光滑 珍珠本来是应该粉白色 要放在脸上是应该很美丽的 对所以说你作为粉底 或者作为就是简单的就是Cover2 相当不错的一个化妆品 所以我就想怎么能把它做成水融 而不是就是粉碎 所以我当初就选择了一个 能够吃和喝的一个溶剂 就把珍珠给彻底溶解 咱们是用一个可食用性的液体 溶剂其实就是液体 来溶解硬的 然后粉末大的威力的 完全溶解 然后再把它干燥了 你再用水 就不用再用那个溶剂了 再用水你可以把它溶解 就是说你可以买粉 也可以买水 珍珠水用珍珠粉的水 水用珍珠粉的粉 你可以把这粉加到其他化妆品里去 也可以溶在水里的粉 粉就做成溶液来喷脸 或者是直接做化妆品使用 明白 只要它一旦溶解了 剩下的话 我们怎么再把它制成液体 再抹到脸上 那就很容易了 因为它是完全水溶的 明白 就是说经过我这种用实用溶液 把它处理成水溶之后 即使你干燥了之后 你再放到水里还是有缘的 所以说这样就给许多化妆品 创造了很好的 就开发新产品的机会 所以说我当初给我一点钱 让我做的科研的那些工资很小 它后来就把这个专利 把这个技术就卖了很多很多 这是您还没来美国之前 就已经做到的事情 对对对对 后来为了追求说美国的高科技 所以说也是赶紫忙 所以说95年末来到美国 那是申请哥伦比亚大学 它就接受我了 作为他们的博士后 完了 这是我们的最高殿堂啊 一想到去哥伦比亚大学 能去那是不太容易 但是在那主要是搞防癌的研究 主要是利用茶叶 当时因为西方觉得中国 茶叶喝了这么多年 后来就是英国茶叶也很普遍 对英国经常他们也有什么 早茶什么红茶各种午后茶 特别的红茶 对对对 几乎他喝的茶的量 几乎都是平均的 就每个人好像超过中国很多 这个真不知道 对他们主要是喝红茶 而且这个红茶就是挺有名的 叫做绿顿 对绿顿红茶 到处都是它的茶工 咱们刚才讲到是因为说到这个防癌 是从这个茶叶的这个提取物开始 那么这就是您进入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 进行的主要的这个研究 对 那么观众朋友们 预知详情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请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我们具体的讲到呢 这个癌症到底应该怎么预防怎么防治 好谢谢 我们谢谢赵师叔今天来做我们的节目 谢谢 嗯 coral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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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